字幕提供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馬威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意見設性的留言 這次我們說說美國作為日本的大佬 而這次這宗 的收購 用一個萬能鍵 這個就是 華壓權 日本 製鐵就想 149億美金 不過呢 引起了共和民主兩黨強 因為日本也算是聽話的 在朝帝當中 他們更加紛紛說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要調查 其實這些 張家佬當然是希望 那件交易 談得成 但是現在 美國就是以國家安全為審查理由 那麼現在 日本方面說你不要政治介入 其實 說真的這件事是不是政治介入 我覺得 事實上是 但有些時候都要 支持自己 是 利益的嘛 民主共和 對於這件事 強烈反對 那麼 求求位於匹茲堡的鋼鐵製造商 也都引起了很多人的憤怒 尤其是知名的議員 那麼 這個拜登政府就呼籲 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進行 徹底調查 這個挺好笑的 你最初以為是 說中國 說中國就聽得慣了 這個港青 中資原來是日資 這間公司打算149億 就收購美國鋼鐵 你看看 原來 這個全球商業聯盟 也都寫了信給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要求他 在進行審查時 肯定審查 不用說 因為他們 一說到國家安全 這個上方保健肯定用 用了之後 他不會收回 一定審查你 你們要關注事實 不要玩政治 你浪費 我覺得是政治 此地無銀 不要受 各個政治派別言論的影響 但你共和民主兩黨都是說你不行 只有兩個政黨輪流執政 全球商業聯盟 是一個代表 在美投資的大型外國跨國公司的 行業組織 就是他幫助 在國際巨企 如果你在美國做生意 他就幫你做稅客 或者勸和 耶倫 就是美國 外國投資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委員會 是一個政府機構 負責審查交易 是否損害國家安全 但是 耶倫暫時不理他 看看商家老怎麼說 他說 耶倫 永遠不應該 將我們這些交易 變成他 廢話 變成選舉政治的籌碼 唉 他現在這樣玩就是為了選舉 你這樣說了出來 可能他就更加要調查你 如果不調查 那就證明了是 是吧 是吧 之前都不調查 怎樣都調一鑊 怎樣都調查一鑊 可能 就不會像中資那樣 那麼嚴格 做個樣都要調查一鑊 原來 他們就說耶倫 永遠不應該 是這樣當政治工具 這樣玩我們的 因為現在市場競爭激烈 如果 再繼續這樣搞 我們都很虧張的 美國的商業也受損 拖延和破壞 都是不應該的 會令到美國 會受到深遠的影響 破壞美國的投資環境 其實之前中資都這樣說過 你們都不理 現在我想耶倫對於這個 我覺得他是 查一查 你說會不會不給呢 除非他真的 涉及到重大選舉利益 可能就不給了 雖然 日本 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之一 但是拜登本人也支持這次 對於這個交易案進行嚴格的國家安全審查 那為什麼呢 哈哈 因為 這兩個州份 拜登就很想贏 那可能認真查 可能認真查 那原來 美國鋼鐵是美國製造 實業的象徵來的 在賓夕凡尼亞州和密歇根州 我們經常說 尤其是賓夕凡尼亞州 經常叫堰擺賓州 其實就相當有 重要意義的 如果你選舉當中可以拿下這兩個州 那可能在勝選方面就會高一點 拜登也需要這兩個州的票 才能夠保住他11月大選是可以連任的 所以 你犧牲了 你日本犧牲了 說真的 他也可以說 如果川普上來 川普上來 你更慘啊 你讓我贏了 你就犧牲一次 好嗎 原來全球商業聯盟 接近200個成員 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超級巨企 包括 雀巢 牛津、阿斯利康 以及 是 賓斯、松下 索泥、索泥 日本製造 日本製鐵 這個好笑 原來這個日本製鐵剛剛不是他成員 哎呀 看著你吃 全球第四大的鋼鐵製造商 日本製鐵已經同意以每股55美元的現金收購 美國鋼鐵 但是投資者對於這個交易的前景是充滿不確定性 很擔心 令到美國這家 集團的 股價遠遠低過這個水準 原來美國鋼鐵的交易價曾經 是跌了一跌 那看回 共和黨玩得更多 共和黨的議員 很多包括來自我看我州 墨蘇里州 這個霍利 被稱為特朗普接班人 真正的接班人 很幼的 還有 這個也釘上了你 為什麼不給面子 這個黃之鋒見過 Marco Rubio 這些人釘上了你 你們有時間搞了 又是這樣 霍利和Marco Rubio 如果你掩著名字 你以為 是中資的投資案 原來 這兩個人是反華分子 原來他們這次寫信給耶倫 說立刻終止 這個交易不要讓日本買我們的東西 另外 來自美國 鋼鐵總部所在的賓夕凡尼亞州民主黨的議員 叫李爾 還有來自他州的民主黨參議員 這個廢特曼 還有 Bord Casey 亦反了 糟糕了 難怪中無法轉身 他們這兩個州的議員 他都要選 他都說不行 不可以 共和民主兩黨都有共識 是Band Q 這次可能都是 那你犧牲一次 犧牲一次 做場秀 給那些選民看 我選到 你就不用捱這個貴軍費 如果不是特朗普上台 你的軍費更貴 不是 這筆交易也遭到 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工會 工會 是鋼鐵工人聯合會 的這個抵制 工會就說無論日本製鐵 還是美國 鋼鐵都沒有首先 做一件事就是徵詢他們意見 去年12月美國 鋼鐵工人聯合會主席 這個麥卡爾更加指責美國 鋼鐵 沒有公司 選擇 不過 員工的擔憂 將這個公司出售給外資 為什麼呢 這個 原來我看回當地媒體說 當地工人擔心 其實跟台積電一樣 擔心我們 東亞人的 職場文化 原來是假扮的 原來 哦 其實我們經常覺得日本人很勤力 但是原來 這個當地媒體說在他們眼中這種勤力就跟西方的工會價格不入 你知道了 當然現在日本也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但是日本人給人感覺就是對公司 好像給難聽說給他命 他就擔心 將這種工作文化帶到美國 哦 那跟台積電一樣 是的 一樣 所以 有時候你說那些企業 的確確不怪這個 在張宗謀就是台積電的 創辦的工作 在日本就容易做工 台積電受的阻礙很少 一同一套文化出來 在美國就糟糕了 你叫他加班 你跑什麼 你告你什麼 之後他還送一些工會出來搞你 其實真心說 不是 不是那麼容易的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 會不會談得成呢 你就看一下 如果拜登選情好的話 那就可能放你 拜登選情好的話 那就麻煩你了 現在 特朗普上台肯定叫你加軍費 你已經預料了 因為他之前就是這樣 他也說過 北約 要付錢 銀鑼付錢 日韓付錢 台灣付錢 大陸他一直都這樣說 中國要付錢 一直都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不需要多說 但是他的盟友 大家知道 其實拜登這幾年 是用了幾年時間 修復和盟友的關係 但是 特朗普一上來的時候 又可能退回 以前那種 可不可以這樣說 以前的賓主關係 他說付錢 付錢 賓主關係 雇傭關係 當然雇傭關係 也要他肯 也要他肯 先說一下 美軍 原來日本媒體也說 駐日美軍三名士兵 25日在沖繩 在訓練跳傘的時候 也讓你知道沖繩人 很反感美軍 這次又出事 不過這次出事 有點滑稽 是什麼呢 他跳傘 目標不對勁 居然 落點去了別人 在田那裏 好笑 去了田那裏 引起當地的 居民抗爺 踩塌裝甲的東西 好笑 他說訓練而已 不行嗎 訓練而已 這三名 日本的美軍 原來 就是 下午12點的時候就在伊崗島輔助 機場參加跳傘訓練 原來他們沒有按規定落在指定區域 分別散落在 附近的 木草場和 莊架地 日本防衛省 沖繩 防衛局 他們就說不用擔心 這場事件 沒有人傷 也沒有人離世 但是當地的民眾 很興奮 又是這樣 踩到他們種的東西 日本的農業 都是相當重視的 事件發生之後 原來機場所在的 伊崗村就向沖繩 的防衛局提出抗議 要求防止類似事件發生 原來在過去五年 美軍在這座 機場跳傘訓練 偏離 預定目標 或者落在 周邊民間區域的事件 發生了六宗 就是每年多個宗 他們的村長接受訪問 說 你們經常跳傘跳到 偏離了目標 搞到我們的人生和 財產威脅 因為他擔心 如果這樣跌下來 那些屋子會有什麼事 還有 田會破壞了 最搞笑 日方他就 幫美軍雪茨肯定了 這個不用說了 他在說什麼 原來日方幫美軍雪茨 他就說 這個不小心而已 獨自 美軍向日方澎佈說這件事件 是誤調 誤降 不小心下了第二個地方 日方已經敦促美軍 沒有再發生類似事件 但五年來也沒有改善過 沖繩也說 這件事件很明顯 跟美軍之前說的是不符 即是說謊 美軍之前就說 在這個伊崗島 輔助基地 因為跑道狀態不佳 作為理由 分別在上個月和今個月 也都在 沖繩 這個挺出名的 就是 家手立基地 舉行特例跳散訓練 但是這個事件 也都引導美軍在伊崗島輔助機場 實施跳散訓練 其實 本來他說沒有 為什麼現在又說有 就是騙人 你之前說沒有 有 後來不小心 誤降 原來家手 立基地附近 這個地區政府就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向美軍 是問清楚究竟具體是什麼狀況 並且停止進行一些跳散活動 因為那裡有很多田地 停止應該不會了 停止跳散應該不會了 停止當然不會了 美軍在日本大了 1965年 原來駐日美軍 就進行 空投物資訓練 結果 真是糟糕了 空投物資很正常 因為救援很常用 投下來的 拖車 就是 剛剛 壓傷了一個小學生 那個小學生 當場是歸天的 拖車 那些是可以投的嗎 可能是小小的 那些 這個投送的物資 經常是投送到 區域之外 跳散也經常是區域之外 引起民眾的 強烈抗議 美日政府經過協商之後 減少 跳散的訓練 並且1996年 就是 將這類訓練 移到剛才的地方 當然當地民眾也說 這樣只是搞我 是不是 這個 挺難說 是搞你的 應該 沒什麼會怎樣去理你的感受 沒錯 原來另外 有件事都挺過癮的 原來 關於繁花 這個挺好笑的 最近有人看了繁花 原來他們說 領子 領子 在這個 夜東京 那條 支線 就說埋得很深 原來改版之後的夜東京 是什麼事呢 原來 就說 好像看到 日本威士忌 這樣說 即是 直入式廣告 但它沒有上面有寫的 沒有寫的 但有些人就說日本威士忌 那會不會是那些人 硬說的 看得很仔細 他的美術都是漂亮的 是漂亮的 因為這個眼鏡佬 黃家衛 他有心做的 是好的 你知道那個 李李 就是先子來扮的 新子女扮的 他就是學轉身學了兩年多 那種 苦味 不知道中文 學了 只學了兩三年 他說真的很辛苦 無味 其實 他說跟眼鏡佬拍攝 他真的很認真 人家兩三場可能過了 他說他拍七八十場 都敢死 拍七八十場 都敢死 他以往 跟他合作那些 你拍三幾天 全部剪走都是這樣的 真的 其實呢 為什麼說到繁花呢 這個繁花 疑似有一瓶 日本威士忌 當然這個名字叫夜東京 其實也顯示了當時是一日 也不奇怪的 因為這個是 什麼日式的 其實有也不奇怪的 其實日本威士忌在中國的流行 早已經是十幾年前開始了 而且 一直從高端餐飲 到民間一些普通的餐廳都是有的 當然他打造的東西就是 稀缺產品 有段時間日本威士忌挺貴的 但這一兩年他跌了一點 我記得以前香港很多人炒日本威士忌 是 後來呢 最搞笑的是 日本威士忌 拍一道菜 潮散菜好吃 當然也有人 這樣搞 不要緊的 其實這些 高端 看看你有多少供應 多的時候 可能 沒那麼貴 反正我又不懂這些東西 現在就說 范花幫他火了一把 很多人賣都不出奇 因為事實上 這些劇 他一看是幾億人看的 好像不止幾億人看 他好像是 看的人數 最初三十幾億人 因為他有些人看完 看來看去 因為不是看一次 這樣也不出奇 這個眼鏡佬這次也拍了出好戲 將那種味道拍得相當好 因為他的鋼 他配合過很多次 包括 後來這個唐煙 他出了一個雜誌封面 應該是一個知名的西方雜誌 西方的 時尚雜誌 他也用回范花 是主題的 拍得非常漂亮 當然拍得非常漂亮 這些東西即入式廣告也不出奇 但是他沒有寫過什麼招牌 只有一個瓶 可能我看扭眼 可能我看扭眼 因為看他認真看其他東西 已經夠看了 那些在光影的 光影的對比 是拍得相當漂亮的 相當漂亮 好,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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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